这绝对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考核 半夜正睡着觉 突然从地板下面涌入大量积水 并且还在不断上升 学生们在睡梦中被惊醒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大水就已淹没了整间宿舍 学生们纷纷奔向了淋浴花洒 拧掉连蓬头 利用管道插入马桶幽形槽 从而获得外界源源不断的氧气 所有人都在坐以待毙 唯独一个叫做艾熙的男孩 却与众不同 他满脑子在想怎么才能逃出去 艾熙静直地游向大门 试图利用蛮力打开一条生路 但在强大的水压之下 无论他怎样用力都毫无作用 随后他又把目光看向了对面的镜子 因为他猜测出这是一块双面镜 于是固定好身体 开始用重拳不停地猛砸镜面 终于镜子出现裂痕 在强大的水压之下 水流冲破了镜子 全员获救了 原来这只是对他们的第一场考验 虽然他们有经无险地脱离困境 但光头教官对结果并不满意 因为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团队合作 由于他们只知道自救 导致了一名学员被活活淹死 看着眼前的一幕 大家才真正地意识到恐惧 这究竟是一所什么学院 原来早在十几年前 艾熙的父亲就是这所学院 出色的特工 不过可惜的是 在一次执行任务时 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敌人的守卫 救下了队友的性命 于是艾熙从小便失去了父亲 特工哈利给了年幼的他 一枚勋章 如遇到困难 便可凭此召唤神龙 就这样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但艾熙因为父亲的死 一直都很叛逆 不仅小偷小摸整天无所事事 这天还因为偷车 被警察当场抓捕 束手无策的艾熙 忽然想到身上的勋章 于是拨通了背面上的电话 果然不到两分钟 艾熙就被放出了警局 前来接应他的正是哈利 片刻后 二人来到一间酒吧 哈利刚准备询问艾熙的近况 却不料 遭遇了一群混混前来找查 哈利不想惹事 但小混混却满嘴释放着脚丸 哈利怒了 只见他静止走向门口 混混们以为他要逃走 结果哈利却锁上了大门 随后用雨伞勾起酒杯 一击命中 混混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个男人上一秒还是 英伦优雅的绅士 下一秒却变成了 凶猛无比的西装暴赌 一套行云流水的动物 外加各种奇特装备的加持 很快便打得混混们满地找牙 打算报警的酒吧老板 也被手表射出的飞针击中 瞬间丧失了刚才的记忆 看完这一切 艾希瞬间便有了人生的新目标 那就是加入王牌特工 而这恰好也正是哈利 此行的目的 一位特工正在执行秘密任务 无比帅气地登场 外加精湛的枪法 行云流水的动作 那叫一个干净利索 一顿操作猛碌 迅速解决在场所有敌人 就当他还在摆炮死时 突然被人偷袭 整个人随之被劈成两半 而大反派老黑也就此现身 优秀的特工就此陨落 王牌特工的领导人约翰 不得不再次开启圆桌会议 他要求每人推荐一个候选人 来代替那名牺牲特工的位置 而哈利第一个想到的便是 战友的儿子艾希 所以便有了开头众人参加 学院考核的内幕 很快 他们便迎来了第二场考核 每人必须挑选一只小狗 作为搭档 并且要时刻保证人在狗仔 才能顺利晋级 不一会儿 所有人都选择了 品种优秀的猎卷 但艾希却选择了 这里面最凶残的哈巴犬 看上去果然凶猛无比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 队友们那叫一个顺风顺水 而八哥却让艾希屡次难堪 不管你是好好商量 还是拿枪威胁 他都无动于衷 不愧是最凶猛的猎卷 艾希最后只能妥协 乖乖地将他放在胸前 就这样 八哥一直陪伴着他 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艰苦训练 几个月的时间一化而过 艾希和他的八哥 也顺利完成考核 并且进入了六强 另一边 哈利找到了之前被绑架的教授 直接动用武力逼问真相 可就在即将拿到线索时 教授的脑袋却突然开了花 重伤的哈利无比震惊 眼见又近来两名杀手 哈利只好留下一枚特制打斧机 破窗而逃 等哈利昏迷醒来后 他们通过影像资料发现 原来教授的博警处 被植入了一枚芯片 可以随时远程操控发生爆炸 随后他们根据信号源 找到了幕后黑手老黑 而这个家财万贯的老黑 此时正在实施一场反人类计划 他研究出了一种神秘的电话卡 六剧的上网速度 无限的通话时长 最关键的还是终身免费使用 人人都可申请 短短几天时间 领取电话卡的浪潮 便席卷全球 而另一边的艾西等人 也迎来了新一轮的考核 他们要在万米高空进行跳伞 期间还要在雷达 发现不到的情况下 降落在指定地点 考核看似简单 却内藏玄机 就当几人欢乐地跳下飞机后 光头教练才通知大家 其中有一名队员没装降落伞 众人一听瞬间慌了 甚至有个队员 还没到开伞高度 就打开了降落伞 因为他生怕那个包里没伞了 是自己 这时艾西便提议 所有人都围成一圈 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打开降落伞 一旦找到没有降落伞的人 身边的队友就要立刻抓住他 就这样 队员们依次开伞 全部脱离了威胁 现在唯独只剩下艾西和小美 俩人没有开伞 坐在观察室的光头考官 都跟着紧张地手抖了起来 艾西和小美在空中不停地旋转 就在离地只有300米的时候 小美的背包终于被成功拉开了 原来艾西才是那个倒霉蛋 惯性的是 两人平安地降落在标记之上 有惊无险地完成晋级 其他人则因为糟糕的表现 被光头考官全部淘汰 直接卷扑盖走人 此时的艾西情绪非常不满 她上前质问考官 自己为什么是那个天选之人 而考官接下来的操作 却可以称作是神之一手 很快艾西与小美 便迎来了终极考试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领导人约翰给了艾西一把手枪 竟然让她亲手打死自己的爱犬 艾西看了眼八哥 心里五味沉杂 在胆性与理性的斗争下 她始终下不去手 忽然 隔壁传来一声枪响 这意味着艾西惨遭淘汰 而小美如愿成为了王牌特工 艾西的表现让哈利很失望 原来最终的考核就是考验他们 能否无条件地执行命令 枪里面装的都是空包弹 小狗根本不会死 还没等艾西反应过来 哈利就接到了新的任务 需要马上执行 但艾西万万没想到 哈利这一曲 就再也没能回来 这个疯子想对人类实行清除计划 他认为人类随意地破坏地球环境 已经糟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母 如果不清理掉 这些没有价值的人 根本无法改变当前现状 地球也将万劫不复 因此 老黑决定亲自解决人口问题 只要他按下开关 之前免费领取的电话卡 哈利正式前去执行这个任务 才导致他中了老黑的拳头 当场毙命 艾西通过监控目睹了全部过程 并暗自决定要为哈利报仇 艾西随后主动找到约翰 希望可以加入组织干掉老黑 可就当他刚刚坐下 却无意间在对方的驳梗处 看到了植入芯片的疤痕 原来就是他出卖的哈利 艾西略施小技 转移约翰的视线 快速将酒杯对掉 当约翰将美酒一饮而尽后 约翰当场丧命 酒里果然有毒 随后 艾西找到了光头教官与小美 他们三人立即展开了 拯救世界的计划 另一边 所有的名流政客都被老黑聚在一起 高举着香槟一同庆祝 新世界的来临 而所有的底层人类 将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牺牲体 与此同时 特工小队开始了第一步行动 那就是炸卫星 小美乘坐特制的热气球 飞向了太空 他必须要在气球爆炸前 发射导弹摧毁老黑的卫星 因为这样可以阻断老黑 向植入芯片的人类 发出互相残杀的指令 而艾西则假扮死去的约翰 成功进入了老黑的基地 接着利用手表中的毒针 放倒一人 随后插上优盘 成功帮助光头教官 入侵内部系统 可就在艾西准备撤离时 却不料被敌人识破了身份 老黑健壮 只好提前实施了清除计划 不过幸好小美这时 发射的那枚导弹 成功摧毁了老黑的卫星 但你万万没想到 四海街兄弟的老黑 又从朋友那借用了一颗卫星 倒计时又重新开始了起来 而此时的艾西 正被无数士兵追杀 即使是内把 拥有超强防御的鱼子 在重型狙击枪的前面 也得俯手撑城 眼看形势危急 艾西赶紧抛出打火机 顺手一扔 虽然艾西神勇无比 杀敌无数 但奈何对方人数实在太多 艾西根本招架不忠 很快就被堵在了过道之中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 所有敌人的头部都发生了爆炸 绽放出五颜六色的烟花 原来是光头教官 侵入了芯片系统 启动了自爆模式 但不幸的是 清除计划已经启动成功 世界各地瞬间一片狼藉 人们正在互相残杀 为了赶紧阻止老黑 艾西手持步枪杀了回来 朝着楼上的控制式疯狂扫射 为了帮助老黑拖延时间 刀妹直接从二楼破窗而出 一脚就将艾西的步枪削成两半 每一次攻击都直奔要害而来 艾西则不断地拼命博杀 随后刀妹使出必杀绝技 无敌回旋托马斯 打得艾西节节败退 好在艾西聪明 她和刀妹同事一跃而起 假装正面对拼 殊不知她却打开了 鞋子里暗藏的剧毒匕首 刀妹手臂中刀 瞬间倒地而亡 接着艾西拔下刀妹的甲值 一个助跑向楼上扔去 老黑当场毙命 至此 艾西成功阻止了这场人类危机 拯救了世界 同时也替哈林完成了复仇 她现在是一名 当之无愧的王牌特工